OdioJungle OdioJungle 时任德国总统约翰内斯劳的心情却很沉重 他当天应邀前往以色列 向居住在那里的犹太人道歉 请求犹太人宽恕德国在二战时期对他们所做的恶行 约翰内斯劳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共有约600万犹太人遭到了纳粹分子的屠杀 2000年2月16日 约翰内斯劳成为首位以德语 在以色列国会上发言的德国元首 他在讲话中表示 德国人民为了牢记历史教训 正在做出诚恳的努力 同时他称 德国正在加强对德国年轻一代的教育 使他们永远记住德国过去的不光彩历史十分重要 将时间再往前回溯30年 1970年12月7日 时任联邦德国波兰特总理 在波兰的华沙犹太人纪念碑前的京士一柜 被誉为欧洲约1000年来最强烈的谢罪表现 德国前总统乌尔夫曾说 他博兰特承担了过去 现在和未来意义上的责任 他还表示 这一举动为德国重返欧洲赢得自尊 尽管德国的和解 令世界感到鼓舞 但时至今日 历史经历相似的东亚 却呈现出另一番景象 日本至今还不能比自己的实际行动 普平战争给亚洲邻国造成的创伤 就连曾经同为轴心国的德国都看不下去了 2015年3月 德国总理默克尔受邀访问日本 他指出 德国战后正是因为认真执念过去 才获得邻国的宽容和国际社会的接纳 默克尔在日访问期间 曾主动提到未安抚问题 他表示妥善处理好未安抚 等历史问题对日本实现与邻国的和解很重要 日本与中 韩等邻国的和解至今未达成 长期以来 日本部分政客 国会议员坚持参拜 供奉有二战甲级战犯的晋国审设 2013年安倍晋三曾以首相身份参拜靖国审设 激起中韩两国的非议 虽然近几年安倍已没在参拜 但从2012年年底就任首相以来 已连续五年在日本投降日当天 向靖国审设献上祭祀费 编辑 伊凯新宗和 中国新闻网 人民网 新华社